今天是10月12号2021年初天 在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边上的这个 Mississippi River 边上有一个Stone Park Bridge 把这来看一看 这有一个以前用的机器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松鼠 这旁边是以前的一个面粉加工厂 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牌子的面粉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Innenapolis这个城市也是最早是面粉加工 因为靠着河可以用水车加工而兴起 这就是这个跨过BCCB河的这一条石桥 这一条路只能走路过旗舰车不能通汽车 桥的对面就是Innenapolis的市中心 那边有剧院还有美式橄榄球的球场都在那边 下面有个小桥 下面有个小桥 是小桥的这边 这人拍着钓鱼 像一条狗的钓鱼 哦 放风着 到桥上放风着 前面就是The Fall of St. Anthony 圣安东尼瀑布 这个实际上是个人工的瀑布 有个画 以前是应该是用来磨面粉 像那种取冻的波纹机的 后面有个桥 应该是一个老桥 但好像在翻修 然后大吊车 这边这个桥 应该就是2008年 它倒塌的一个桥 后来信修的 但是死了13个人 里面这个就是 面粉厂 Gold Medal Floor 这次是Most Famers 美国最后最有名的面粉 这个前面这个楼呢 当初这里发生过一次大爆炸 面粉的粉尘 一见过 如果密集非常大的爆灰 爆发很严重的爆炸 这个楼都炸得上一片墙了 后来这里就做成一个博物馆 后面的玻璃房子 是博物馆 前到这个石头的墙 是当时剩下的残垣 叫Stone Ark Bridge 是1882年到1883年所建立的 在1993年到1994年的时候 要从今修审 这个地方叫Mail Runes Part Mail就是面粉加工厂 Runes就是大爆炸后的残留 Mail Runes Part 哇 嗯 山的残垣断壁 应该就是当时大爆炸流上来的 还有一个这个圆形的 什么海洋的 建筑一村 这是在Stone Arc Bridge的桥下面 石头桥 到这边就是这个 石头桥的船闸的那个水坝的控制的地方 这地方还可以参观的时间 这地方可以走到桥下面 这几个剩下的数据斑斑的铁柱子 那是以前做什么呢 这还有一些 这是当时人们修建这个动力设备系统 地下系统的入口之一 现在已经杂草重生 就是大铁门 河水都有铁锈流出来 小溪流 就在这个大桥线 这个石桥是明尼纳布里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建筑 晚上会亮灯 有的时候7月4号国庆碟放焰火是在这附近 在地下河上 明尼纳布里斯河 在这石头桥附近 这个面粉厂叫Gold Medal Floor 在河的对面还有一个叫Pillsbury's Best Floor 都是一个大的面粉公司 来一下桥底下看的 这个面粉加工厂的旧址地下入口 从上面看的全貌